過了星期六 我有機會去detention camp 跟他們講道 就看到一個問題 而這個問題又重複在跟著的新地在church 出現 什麼問題呢? 在約翰福音四章我們講到 耶穌跟撒瑪利亞人夫人對話 喝水的問題 引起一句話 聖經王第四章 約翰福音四章 第九節說 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 I wonder 我們真是 有人問我這句話 我就提醒了這件事 但是我在想 到底我們 中間真的有多少人很清晰這句話 原來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沒有來往 說到底是根據 什麼等等 星期沒有講到為什麼他們沒有來往 但是 在歷史上 我們可以作一個 比較準確 可以靠得住的 推測 首先 什麼叫做撒瑪利亞人 當然 因為南北分國 由耶羅波安開始 北部的十個民族 是撒瑪利亞人 但是那個重要點是 在 主前722年的時候 雅術皇 就侵佔了 北國 就佔領了撒瑪利亞 這個撒瑪利亞首都就沒有了 我們也知道 耶路撒冷之亡 是 差不多 82年之後 120多年之後 那個是巴比倫時代 巴比倫時代之前 這個是 敘利亞時代 他 攻下 撒瑪利亞的時候 凡是 對他地方 或者對他侵略 這一幫人 有損害的 有 以色列人 全部都 趕他出境 遞戒出境 那個是 一個 當時的情景 靜洛那幫人 就是沒有被遞戒出境的 沒有被遞戒出境的人 就留在那裏 因為他們留下來 有一段 那麼長的時間 還有這些 怎樣說 外邦人 一起生活 是不是 文化也好 習俗也好 很受影響 變成他們 侵襲了 如果說得不好聽 如果說得好聽一點 是 學了 他的文化 彼此在一起 所以在這些事項上 你就發覺那幫人 就有這種背景 因為他的 侵襲 我很相信 甚至通婚 你想一百多年 跟那幫人一起 一起 當然 侵襲 就不會 只是 飲飲食食 影響那麼簡單 所以 這是 之一 在這幫人的心裡 我很相信 他有一種 自大 他自大就是因為覺得 你被抵戒出境 我沒有被抵戒出境 所以你是犯了罪 被懲罰的人 所以我就 勝結過你 這是他的心 這是一方面 這是一方面 我們也知道 這個被抵戒出境 或者被俘虜這件事 漸漸地一直發生 由大民族 很多人都被俘虜 這個俘虜時期 70年大家都知道 回歸的時候 那個俘虜回歸的時候 猶太人 所羅伯伯領他們回來 不是要重建 重建聖殿的時候 重建耶路撒冷 重建城牆 重建聖殿 重建聖殿的時候 撒馬利亞人做offer 要幫他 但是 當時的猶太人 拒絕 拒絕 我相信 很有理由 怎麼叫做很有理由 你這群人 你這群人 你這幾代接了下來的人 已經叫做好話不好聽 好像 侵襲了 還是襲了 都不相信 我們建聖殿 怎麼可以仇你呢 不用了 所以在他們來說 他們又看不起他 他又看不起他 因為 我沒有被俘虜 我當然好過你 你被俘虜 你又覺得我跟別人侵襲了 又不行 所以撒馬利亞人 跟猶太人 沒有來過 給予此一個歧視 聖經裡 教導我們愛敵人 其實這個敵人變成了自己人的兄弟來的金水 他的兄弟也愛不到 所以就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敬拜的問題 那個敬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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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說要在耶路撒冷敬拜 我們祖宗就說要在基里辛山敬拜 因為他們拒絕他參與建聖殿 就迫使他日後 撒馬利亞人 自己另建一個殿 而這個殿 就是基里辛山的山腳 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的 你說那裏 我說那裏 很大的問題 當然 我們今天 不是想進入 那個主題裡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這個 為什麼撒馬利亞人 跟猶太人沒有來往 這個沒有來往 行為什麼 這個聖經在那裏 不妨跟大家講一講